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湾经济部近日公布数据显示 2024年台湾发明专利申请量排名第一的仍然是台积电 其以1412件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第九年位居第一 不过申请量同比减少了28% 主要为企业专利布局策略考量 鸿海集团增长最快 申请量同比大涨93% 台在台积电之后的另外前十大发明专利申请厂商 分别为南亚科技466件 友达425件 公研院356件 群创328件 一叶达321件 瑞玉309件 红旗277件 鸿海259件 联发科239件 其中 南亚科技和群创申请件数均为历年最高 至于前20大发明专利申请人中 排名第12的联电是221件 排名第13的滑邦电子是160件 排名第17的利基电是131件 再创新高记录 分析台湾发明专利前20大公司 产业类别包括晶圆制造 记忆体 显示器 通讯 及钢铁业 观察申请量的同比增长 鸿海基增93% 最为亮眼 化邦电子年增58% 联用科技增加39% 利基电成长32% 南亚科技增加25% 联电增加22% 显示不论是记忆体晶片 晶圆制造等各家厂商 仍持续加大投资专利布局 境外企业在台发明专利方面 美国应用材料以950件 重返发明专利申请第一 韩国三星电子 则以894件退居第二 韩国韩领库棚 698件 跃居第三 其余依次为日本TEL是661件 美国高通660件 日本日东电工417件 荷兰ASML344件 日本信越化学279件 美国泛林集团276件 日本斯克林集团253件 其中 韩国韩领 日本TEL 荷兰 ASML 日本信越化学 美国泛林集团 申请建属军创历年最高 韩国韩领 未有韩国亚马逊之称的电商库棚 今年积极抢攻台湾物流市场 台湾智慧局表示 韩领专利申请建数年增54% 增幅为前十大最高 且排名较112年前进三名 显见其专利布局强烈企图 此外 日本利森诺科 Resenac专注于精密光学 半导体制造设备与高阶材料 去年发明专利申请251件 创历史新高 排名第11 智慧局表示 反映出日本企业 在先进制造与关键材料领域的投入加深 以及AI与半导体产业 推动高精度设备需求 此外 纵观前20大在台境外发明专利申请人中 日本申请人占11个 台积电在台湾发明专利申请量 2024年排名第一 显示其技术实力相当不得了 自然也引来海外不少国家的目光 在今年1月下旬的美国共和党籍国会议员的一场会议上 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川普在会议致辞中宣布 他打算对输入美国的钢与铜级电脑晶片 半导体 药品等货物全面加征关税 同时表示 晶片制造业都跑去了台湾 他希望这些产业回到美国 并计划在关税来取代美国之前的晶片法案补贴协议 川普称 在不久的将来 他们将对外国生产的计算机晶片征收关税 将这些必需品的生产归还给美国 他们离开这里 去了台湾 顺带一提 台湾约占全球晶片生意的98% 美国希望他们回来 但不想像前总统拜登实施的荒唐计划晶片法案那样 补助他们数十亿美元 川普表示 他们不需要钱需要的是激励 而激励的方式就是他们不想缴纳25% 50% 甚至100%的关税 他们用自己的钱建厂 美国不必给他们钱 即使给他们钱 都不知道他们会拿去做什么 如果想停止缴纳高额关税 就必须在美国本土建厂 川普此前还曾暗示 控制着全球一半以上客制化晶片市场的台积电 从美国偷走了晶片制造这项业务 并指责台湾政府依赖美国的安全支持 而不支付任何费用 此前 美国拜登政府与台积电签署协议 将依据晶片与科学法案 向台积电提供高达66亿美元的补贴资金 和50亿美元的低息贷款 从而支持台积电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建设先进的半导体制造工厂 进而推动关键晶片在美国本土的生产 今年1月 台积电财务长黄仁钊 在接受美国媒体CNBC采访时确认 台积电已于2024年第四季度 获得了美国政府首期15亿美元的补贴款 并认为 新上台的美国川普政府 将继续为台积电在美国投资计划 提供已经敲定的补贴资金 但是 从川普政府的表态和最新的传闻来看 川普政府可能会削减后续的补贴资金 通过关税措施 来要求台积电继续扩大在美国的投资 近期已有传出消息称 在美国川普政府 威胁对台湾生产的晶片加征关税的影响下 台积电计划进一步扩大对美国的投资 并为二奈米工艺在美国量产做准备 为了对冲美国总统川普计划祭出的 对台加征关税措施所带来的风险 市场传言台积电可能将加快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第三座晶圆场的建设计划 以及最快于今年6月举行开工仪式 届时将邀请美国官员出席 展示台积电扩大在美国投资的决心 根据此前台积电与美国双方的规划 台积电将投资650亿美元在亚利桑那州建设三座晶圆场 包括一期的四奈米晶圆场目前已经开始量产 二期的三奈米晶圆场原定于2026年开始量产 推迟到2028年 两座晶圆场完成随后 总计将年产超过60万片 损换至终端产品市场价值上涨超过400亿美元 三级晶圆场将生产2奈米以上先进的制成技术 预计将在21世纪20年代底 即2029年至2030年之间量产 但没有具体的动工时间 然而现在突然传出台积电加快了亚利桑那州第三座晶圆场的建设计划 或将推动2奈米制成更早的在美国量产 这也与之前的传闻相呼应 天风国际分析师顾明基对此评论称 川普公开此前喊话是为谈判布局 需看懂弦外之音 川普真正想传递的讯息 是美国先进制成制造落后于台湾的严重性 并急于解决 因此不需要纠结川普发言字面意思 以关税为例 台积电每年出口美国晶片的金额低于其单元营收 且能将关税成本可以转嫁给客户 顾可忽视关税影响 但这不代表台积电能用接受关税的方式来回应川普发言 因为川普仍有诸多手段能逼台积电回谈判桌 郭明基认为 双方谈判关键在于川普的目标vs台积电的底线 川普的目标是在任期内强化美国的先进制成制造能力 尽快看到成果 而台积电的底线则是确保制造 落后产线与设备参数与研发活动留在台湾 因此双方未来谈判的目标是 必须在美国本土制造与技术根流台湾的落差之间找到共识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